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摄善约道经》第十六年最后一行 正道庄严固 得正智慧长信在前 这个三十七道平到这个地方 到这一条了就圆满了 这是最后一颗八正道 八正道的总纲是得正智慧 这个八条 第一个是正监 第二个是正思维 第三是正 第四是正业 第五是正经经 后面是正定 正念 正命 我们一条一条来做简单的介绍 这八条都叫正 正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 佛法里面 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 那就是自信 所以 这个正智慧 真正是正智慧 现前 是什么人 法身 法身 菩萨 明心 尽心 完全用的真心 真心就是真 妄心 就是心 社法界 社法界里面 四圣法界 都没有见性 环是用的妄心 但是 他们的妄心 是以正为标准 所以佛说 四圣法界 是证据 何以 他们能够得到真 行而易见 他们能够随身 圣交 能够放弃自 自己的成见 也就是说 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以 经教为标准 虽然没有见性 他的知见 也就是 随顺 佛陀的教会 佛陀的经论 完全是从自性里头 流露出来的 绝对没有 妄想分别 之处 绝对没有 我要这样想法 我要这样说法 没有 绝对没有 不但思想没有 世界也没有 所以 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怎么流露出来的 众生有感 佛就有印 是从感应里面流露出来的 如果众生没有感 佛的境界是 清净极灭 仁王经上讲 祝极灭人 他祝这个境界 确实是 一念不生 这个一念不生 不是一世的 永恒的 一念不生 有感 是印 与一切众生 感应到教 如来果地上如此 法身大死也如是 法身大死 正的不圆满 如来果地上是圆满的 与这个相应是正 那么我们今天 学 就像天台大死所说的 我们能够学到 观行位 观行位里面的 真知真见 功夫就得了 那么这样的功夫 修学其他法门 就是一般的法门 不能出三界 要修到相四位 才出得了六道轮回 观行是出不了的 但是观行的果报 多半是向天父 人天父报 决定不堕 不堕三我道 要修到分正位 那就是真的 才能够超约 是法界 这非常不容易 但是在净土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有观行的功夫 就够了 这个就是 经文上 祝福菩萨常常赞叹 这个净土叫一心道 一心道是 跟其他法门比较 它容易 其他法门 观行决定出不了三界 净土求生 观行决定能往生 观行往生 生凡胜同居土 那相四位的往生 那是生 这个方便犹豫土 分正位往生 是生十报专业土 这个道理 我们总要懂 别人要问的话 我们能说得错 净土殊胜 就殊胜在这个地方 这个观行是功夫得力了 所以我们今天修行 如果不能写弃自己的成见 不能放弃自己的妄想 分别职责 功夫不会得力了 怎么精进都没有 霸震到第一条 正见 见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说的见解 也就是说 你对于宇宙 人生 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无的看法 你是怎么个看法 你看的是正确 你看的还是错误 教程法书里面 给我们解释的 是明见四地 无有错没有过 这一句话说的 也相当正确 这一句话里面 包括全部的佛法在 四地 我们晓得 通大小镇 通四处世界法 天原台 智哲大四 讲四地 是用藏通别语言来讲 藏教四地 通教四地 别教四地 语言教四地 那就把整个佛法都包括了 所以我们讲四地 不能专专讲 二有四地是小乘法 那你就把四中四地 只限于藏教的四地 这个范围太小了 实际上 三十七道平 每一条都通一切法 都有藏通别语言的讲法 那么无论怎么讲法 这个四地 苦极 这是讲的什么呢 世间因果 灭道是讲的 出世间因果 总而言之 世出世间法 都是因果的定律 人要能够 见到这个地方呢 而他的见解正确 那么这句话 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什么意思 身心因果 头一条 身心因果 现在这个世间 为什么这么乱 为什么这么多人 敢于妄作妄为 他不相信因果 所以他敢做 这个因果不是 不相信就没有 信则有之 不信则无 不是的 因果是真理 不管你信不信 你信他有 不信他还是有 整个佛法 也离不开因果 你看看 华严经 古大德 盘教 五周因果 华严说的什么 五周因果 一臣因果 这金中之王 释迦摩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 一切法 只是说明 事出事件因果而已 所以你从 这个第一条来看 你能够深信因果 你的见解是正确的 那么在大成法里面 还是离不开 还是离不开因果 像金刚经商 告诉我们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哪些是有违法呢 不违法 民门论里面 诸位一展开 就晓得了 不违法里头 分作两大类 有违法 无违法 有违法里头 又分为五大类 分为四类 心法 心所法 色法 心不相应心法 这个四大类 都叫有违法了 有违法 是什么 梦幻泡影 不是真的有啊 所以佛家讲的是 妙有啊 幻有啊 假有啊 你不能说他没有 他是有 你也不能说他是有 为什么呢 当提借空 了不可得 相有 信我 四有 礼物 我们要懂得这个四世真相 你果然明白了 你对于 一切有违法 再也不执着 再也不把他放在心上了 你就得解脱了 你就得自在了 不但是六道凡夫 你舍法界的四身 都不例外 都是分别执着 又违法 是真的 六道众生执着 所以搞成轮回的现象 四圣法界 虽不执着 他分别 一针法界的菩萨 把分别也失掉 真的 金刚经上讲的 他真做到了 超越十法界了 中国人喜欢读金刚经 不是没有道理 金刚经在中国 可以说是通宗通教 不管说哪一个法门 哪一个宗派 没有不读金刚经 依照金刚经来修学 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 你得的帮助就太大太大了 念佛人 要得金刚经的薄弱观照 我们这个念佛叫理念 你的理念心不乱 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时报装严徒 真正明了 宇宙人生真相 确确实实 可以其如华阴经 华阴经 华阴经 是什么呢 无障碍的法界 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 无障碍法界 所以你在华阴经 上你看到那些 菩萨们 说菩萨们 就是看那些修行人 活活活活 真正得大自由 大谢陀 大自在 他自在自由在哪里呢 他在四项上 跟凡夫没有差别 活光同尘 心底下 一尘不染 这就自在了 那么由此可知 凡夫的麻烦 出在哪里呢 出在分别之处 没有妄想 分别之处 你就得大自在了 所以佛法修学 自始至终 破分别之处而已 你只要有分别之处 这不是 不是 绝法了 佛法 是绝法 你没有绝 绝了之后 是了解 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是 你可以受用 你不可以 具有 你说你想得到他 错 得不到的 那是一个 非常错误的观念 你看 得这个字 在佛法里面 他属于不相应刑法 不相应刑法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纯属 抽象概念 没有事实 是个抽象概念 一切法都不可得 佛也不可得 为什么说个佛呢 佛对众生说的 真正其入境界了 无佛 无众生 这是真的 佛跟众生 都是假明 明可明 非常明 道可道 非常道 不是真的 佛用这些假明 他的目的 是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觉悟 可是 许诗多的人 学佛 为什么不觉悟呢 就执着这个假明 这又错了 所以 马明菩萨 在《起心论》里面 那个讲得好啊 你怎么能 怎样才能 入佛的境界呢 你天天听佛讲经说法 要立严说下 决定不能分别执着佛的这个言说 现在就是言说变成文字 文字是言说的符号嘛 所以不可以执着文字像啊 你知这个错了 它这是工具 这东西不是目的 要立名字像 所有一些名词数 我要懂得它的意思 不能够分别执着 还立心原像 心原像 不能想啊 不能想 佛这个话什么意思 那个是怎么意思 你一想就错了 一想就 落在意识里头去了 能用这种方法 听经文法 这个人才能 入佛之间啊 法华经上讲呢 开始侮辱 入佛之间 你才能有成就 那么这个是大乘佛法 小乘佛法呢 对小朋友讲的 他没有这个智慧 没有这个能力 那叫他怎么样 叫他分别执着 执着善法 学气不善 叫他这个 目的在哪里呢 目的是帮助他 不堵三我道 能不能出六道 不能出六道 这小根小气 出不了六道轮回 佛帮助他 不堵三我道 那中根心的人 佛帮助他 超越六道轮回 把他提升到四身法界 那中根人 上根人呢 那佛一定帮助他 十月七 分别执着 把他提升到一身法界 这是佛经常常说 上中下三根 正的标准不相同 这个上中下三根 都是真见 所以主要记住 上根的真见 与自信相应 完全相应 这个中下根心 随身身教 这真知人 他这个 没有办法 体会到心性 所以 行量必须要脱开 我们的进度 就快了 好 这一条呢 我就介绍到自己 正确的见解 主要知道 我们不是上根人 我们是中下根人 所以 我们的正知正经 决定要随顺身教 身教 好如阴海 这一部大藏经 都是身教 我们像海水一样 只要取一瓢银 就够了 不必把大海水 通通喝掉 那个吃不消的 取一瓢银 就是在所有经论里面 我们选择一种 依照这个一种修行 就能征苦 为什么呢 一切一切 一切解义 决定是平等的 决定是圆满的 一是圆满的 懂得这个道理就好 那我们今天一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一定要说 经常叫我们做的 认真努力去学习 叫我们不能做的 我们决定不可以违背 随顺身教 这就是正经 好 我们就讲到此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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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